149 光明日報 馬來西亞 業者生意慘淡速銷也無法人客來 2015年7月18日光明新聞 吉隆波遜 流地廣場騷亂事件後 公眾不感到廣場消費 使業者的生意大受打擊 銷售額暴跌近70% 業者叫苦連天 他們認為 近期儘管進行宣傳或速銷都難以讓顧客回流 唯有待騷亂事件淡化 業者說 有些熟客都會通過簡訊或撥電 詢問是否安全財感上門來 一些則表示會以池點財來光顧 光明日報週四前往廣場巡視時 發現在事故中被集的Top Neo手機專賣店 已重新投入運作 兩名職員早上十時在店面 忙著清理和擺放商品進冊櫃 換言之 目前廣場內的店面全部已恢復營業 郭先生二十九歲 電腦銷售員 指出 這兩天生意大受影響 非常慘淡 廣場人流也減少許多 如流商品池社領取他認為 即使在這期間進行速銷活動 也無法吸引消費者上門 這期間 做再多 促銷 也沒有用 最重要是事情淡化後 顧客才會回流 他說 一些屬客先通過電話 詢問是否安全財過來購物 一些則要求預留商品 遲點才領取 他補充 儘管週五十七日是公共假期 但一般上廣場的生意不會增加 因為回鄉人潮比較多 所以相信生意不會有所改善 李玉然二十九歲 電子遊戲銷售員 估計需要一個星期 消費者才會重新回流 所以相信開齋節連續公假多天 也不會有大量顧客上門 他認為 這個星期仍有許多負面新聞報道 消費者閱讀後 肯定感到膽怯 騷亂事件導致這兩天生已跌了近百分之七十 損失慘重 徐慶祥二十二歲 電腦零件銷售員 透露 去年開齋節期間 廣場人潮也不多 所以今年相信受到事件的衝擊 顧客更大大減少 他希望事件能夠盡快被膽化 以便讓顧客恢復信心 業者的生意才能回到軌道 黃先生二十五歲 導航系統銷售員 說 雖然生意受到影響 但暫時不會有促銷活動 保持觀望態度 每天如二十警二十四小時巡邏在成功時代廣場警廷駐守的警員透露 每逢開齋節會加強當地一大的保安 以確保民眾的保安 以至發生流疊廣場騷亂事故後 每天巡邏的警務人員至少二十名 人數比之前增加許多 大部分是志願警衛團RELA人員 他指出 警員會分成三個巡邏時段 分別時早 午和晚上 每天至少二十人分成小組 在各個地點進行二十四小時巡邏 如成功時代廣場前的警廷有兩名警員駐守 另外,今後購物商場職員樂意指出 為加強今後購物商場的保安 不排除在開齋節期間將巡邏時段 從兩個增至三個 而在晚間的巡邏人員會增至十五人 平日的巡邏時段分別是早上八時至晚上八時 接著是從晚上八時至隔日的早上八時 為加強保安 可能會在開齋節期間分成三個時段巡邏 即早上八時至下午五時 下午五時至凌晨一時 凌晨一時至早上八時 購物商場保安員卡馬魯佔曼聲稱 今後購物商場的所有保安員都是本地人 另外,據記者現場觀察 三個商場的內外都有保安員在巡邏 在成功時代廣場的正門口就有四名保安員駐守 佳接前活人潮金學購物商場服飾業者 在梁國良二十歲,我以為開齋節前一周 會出現許多lost minute shopper 最後一分鐘透霧者 但直到開齋節前夕 並沒有出現洶湧的人群 跟去年開齋節相比,今年的生意下滑百分之三十 生意下滑百分之五十金學購物商場鞋店業者 寧國富三十八歲 若和往年同期相比,今年生意額下滑近百分之五十 前來購物的民眾寥寥無幾 我們的馬來故客佔百分之三十 為配合開齋節來臨,我們進行速銷 但依然無法刺激銷售量 今後購物商場的生意一年比一年信息 沒想到的是,流地廣場在這個時候發生騷亂事故 對我們來說事說上加上 逛街人流少了成功時代廣場馬來服飾業者清清二十六歲 今年推出的各種促銷都未能刺激開齋節的買氣 甚至連逛街的人流都不能和去年相比 逢開齋節來臨,會在廣場租攤位售賣馬來服飾 但今年的銷售量可說是最慘 大部分的顧客在採購時都較為謹慎 消費量已接半,禮藍銷量的百分之三十成功時代廣場食品業者 二零四十歲,今年的開齋節禮藍銷量下滑近百分之三十 為吸引顧客購買,除了促銷,也贈送購物圈 可惜銷量只是一般,並沒有因為開齋節的來臨 而出現明顯上升的現象,分號